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 中共中央或大大 死死氣地被拍車仔 沙陳超實施0加3措施 即是所謂新的防疫措施之後 好狠多愛國愛港的人士 立即被中環戲院的拆鞋子上了身 起落後有了 一個二個三五成群都爆了 響口就預告說 好了好了好了 香港很快很快就可以再創輝煌 輝煌演唱會都可以來回 但黃瞻死了很久了 顧家輝都不會回來的 你找白人大腳台都不會回來 但這些傢伙都在說 這幫柴在柴灣撿回來的廢柴 就說大家不用放 真的不用放 這堂真的不用放 因為美國第一大報 也是世界級的知識分子報紙 紐約時報 《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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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個專題報道 香港即使放鬆 疫情管控 都不能動 咬彈回來了 反而之前馬上下來了的問題 這次放鬆 阿宋 一次過爆了出來 好像爆死渠 你問你什麼 何其壯觀 簡直是屎 屎色的場面 爆死渠 還不是屎 屎色的 其中 《紐約時報》說得最邀心 兼此邀肺 邀你老美 就是什麼呢 所謂的零加三措施 首先突顯出 香港政府已經沒有了大部分自治權 這樣也要問准中央真是該會 明明是國際金融中心 跟國際做法就可以了 但是不行的 那什麼意思呢 政治就沒有了自治權 又有國安法 對呀 司法獨立 國安法 一種獨立的司法制度出現了 就是國安法 港版國安法 原來司法獨立是這樣的意思 就是中共那套司法制度 就獨立在香港 真是厲害 然後立法會又被完善 沒有了政治自治權 不是交道自治 梁振英經常說 六八九經常說 香港是高度自治 不是完全自治 現在是完全沒有自治 跟我說 六八九真是地下當圓 就是這樣 好了 經濟又沒有了抉擇自主 沒有啊 現在完全沒有了 現在都知道 你想怎樣就不行 什麼都不行 現在就連公共衛生 那個決策權都沒有了 明明是公共衛生來的 你看回03年 那個時候 沙士爆出來 香港是怎樣做的 現在是怎樣做的 現在什麼都不行 一定要跟大陸那裏清零 但是後來明知清零不行 大陸自己都不說 現在叫躺平 但是香港又不敢 那些泊車仔又不敢動 PK椅子那些更加不敢 你聽名字都知道是沒有PK的 那 這樣死了 什麼都不敢做 坐定定在這裏 總之聽中央指示 就沒有壞的了 總之 香港人死不緊要 千萬不要死 這個才是最重要 圍觀之道 千百萬人死 億萬人死不緊要 是不是 我不死才行 我升官兼發財是最重要的 就是這樣 現在香港就去到這樣的環境 封建王朝的時代就是這樣 你做臣下的最重要是拆到皇上鞋 是不是 最重要是可以升官發財 最好做到警官 做到國家領導人 是不是 即使自己拿著英國護照 就是這樣 那你就該會 你說是不是 這個唐森番鼠認真該會 公共衛生政策都沒有了自主權 搞到現在雞毛鴨血了 現在就唯有鬆一點點 但攻守 但是就不敢承認 總之現在又不說清明 說躺平 我們不會躺平的 那就去到不行了 去過虛不受保 去過那些中年規佬 虛不受保的中年規佬 連這件事都要黑球中央批准 黑球中央皇恩大赦 黑球皇上皇恩大赦 唉 但是 對我個人來說 零什麼家什麼三 浪費氣的 因為全世界已經大開中門 不夠吸引力的了 阿青 是不是 你現在經常都比較相承故事 新加坡和香港 新加坡等等的地方已經大開中門 首爾又大開中門 東京又大開中門 是不是 大阪又大開中門 大佬 倫敦又大開中門 怎麼搞啊 是不是 說新加坡 新加坡剛剛已經取代了香港 成為世界第三大國際金融中心 從此 就不是紐倫港 是紐倫星 恭喜你 馬時空你開口中 剛剛說完 就立刻有個新綁出現 新加坡取代了香港 成為世界第三大國際金融中心 紐約倫敦之後 不是香港 而是新加坡 在紐倫星 是 二來 那些外國人來到香港之後 雖然你說不用隔離了 但是 零加三 頭那三天 都還是不可以拿著什麼 黃馬什麼 黃馬看球 或者 還要拿著什麼 不准去餐館吃東西 不准去酒吧喝酒 不准去做健身 這些地方 都是視為高風險的地方 不能去的 不能去的 而問題就出在 大部分來香港的外國人 無論是商務旅客也好 即是來聊生意也好 或者是來旅遊的一般的遊客也好 他們都留在香港三兩天貨仔 三兩天貨仔 你頭三天 都留在酒店那裡 Lone Service 真是Lone Lone 你叫Rome Service 搞得自己很Lone 是不是 你來香港的意思根本不大 不如視像會議算 如果旅遊就浪費氣 你來香港有沒有人來 香港旅遊 去旅遊是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現在沒有的 是不是 以前就說去大陸 看 去大陸 看明山大村 張家界 看阿凡達的景點 現在沒有的 我們偉大中國封關 閉關鎖國 那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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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就沒有 就沒有就不來 是這個意思 是不是 香港 誰都知道 是不是 以前就說可以單去一天 半天到澳門 現在都沒有了 喂 就是 這個三 就是 多 那魚 那你快點咳去船 又不敢 又要 就是中央 又怕中央生氣 就是 零加零 就直接是與病到共存 說不通 你那些什麼牢寵物 那些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不是躺平 你這個不是躺平 就被人放下 就是這樣 事實上 《紐約時報》也都說 好肯多工商界領袖跟他們說 這個新政策 就是零加三 是不足以扭轉香港的經濟衰退的 是不足以恢復香港曾經繁華的社會生活的 而沒有最大劑 只有更大劑的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零加三 可以說是未見其利 先見其弊 意思就是說 這個措施 一方面 吸引不了 那些龜佬來香港 東洋鬼子或西洋鬼子 來香港 另一方面 就令到好肯多香港人 反而湧著走行 湧著離開香港 這個令人休息不了的地方 這樣又不行 這樣又不行的地方 接著去外國 散心 去外地散心 去旅遊散心 尤其去哪裡 去這個 跟中共的關係越來越差的日本 那裡 真的 真的很想念日本 唉呀 看怕連這個李慧禽子 香港第一大黨的黨魁 都預訂機票 訂定日本和服 穿扮日本妹 我叫禽子 阿里加都庆祭嬤 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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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看到的 有證據的 他們訪問了 一個 一個差音集團 叫做黑羊 叫做 Black Ship Restaurant 这间黑羊在香港各地 在香港接近有40间餐厅 整个集团来的 他们过去一个礼拜 第一个周末就出现了营业架下滑的情况 他们的翻打叫做什么呢 叫做Sy-Exim-Hor-Sing 就是侯蔡恩 很难读的名字 Sy-Exim-Hor-Sing 侯蔡恩就说 原因很简单 就是香港人急急 要离开香港 开始他们计划了很久的海外旅行 想走很久 侯蔡恩还说 这个香港政府的新措施 是不足以吸引外国人来香港的 他还说他打算写信 给特区政府投诉 complain support他们 不单止这样 侯蔡恩还说 这个Sy-Exim-Hor-Sing 还说 经过了2019年那几个月的抗争 他没有直接说 但人都知道 反送中运动 跟着呢 就是特区政府对异见人士的镇压 跟着呢 跟着呢 就是两年多以来的边境封锁 之后呢 等等等等 之后呢 香港恐怕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 反不回去的啦 反不回去的啦 香港浪费 那样都拍了 那关于这个问题呢 古坦长毛大家都很熟的啦 David Webb 就是很感言的 他觉得更加白了 他说什么呢 他说 for Hong Kong's international credibility It is shot to pieces 啊 即是 吐到爆炸 通俗点说 就是说什么呢 香港 在国际社会的肚子呢 已经散了 散了 就是这样啦 是不是 事实上 即使没有疫情 因为中共中央 和特区政府镇压抗争者 已经令到很多外国人 是离开了香港 你这样搞 你什么地方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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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特区政府的防疫政策 他长期要紧跟中共中央 假设要清零又要封控又行 無緣無故搞一餐的 哎呀 真是上海迪士尼可以这么封啊 香港迪士尼也不知道会不会啊 大家害怕啊 总之呢 这个地方呢 他那些政策呢 左摇右摆招令直觉呢 大家就会害怕 零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从坏那方面想了先 哇 香港迪士尼不会啊 怎知道啊 你上海迪士尼都会这样 说封就封 走不出去啊 香港都试过封了整条街 封了几个房子了 是不是啊 那你怎么办啊 到最近呢 又五时花六时变 啊 现在终于又可以零加三 但是怎么知道 你几时 李家超早就先说 啊 好似沉 如果那些人不遵守呢 那措施可能会严厉的 啊 一定 那些龟佬 你香港人都无所释从啊 那些龟佬 你都傻了 他有得选择的时候 是不是 那令到很多外国人呢 对香港是失去了信心 啊 而决定呢 是永久的离开香港 那有些香港人都永久了离开香港啦 就是包括小弟在内 那当然啦 我相信可以回去的 啊 香港又有冲锅的一天的 是不是 嗯 真的啊 这样啊 那索性去其他地方 尤其是新加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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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人家扭轮升了嘛 那就是说 简单来说 以前香港是胜在比新加坡自由 无论对香港人来说 对外国人来说 对外国人来说 就是说以前呢 香港就胜在比新加坡自由 所以那些人来香港 啊 啊 现在呢 新加坡呢 就反而没有香港那么专制 那么极权 就是这样嘛 那所以去新加坡啦 啊 商城故事就这样来的啦 就是以前呢 香港是胜在比新加坡自由 现在呢 新加坡呢 反而 没有香港那么专制 讲完 讲到这里呢 纽约时报呢 都忍不住说 由于北京 对香港实施市的范围 极致港版的国安法 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包括纽约时报 就是他们自己在内的 很多媒体公司 啊 还有很多 NGO非政府组织呢 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呢 就由2020年开始啊 已经陆陆续续 将他们的员工呢 转移到去首尔啊 东京啊 这些其他的亚洲城市 哎呀 免得烦 哎呀 免得保障不了员工的安全 哎呀 你喜欢拉就拉就锁就锁就锁 怎么搞错 是吧 哎呀 最后 想和大家呢 分享 啊 Sign Assim Horsen 啊侯蔡欣 和纽约时报 去接受纽约时报 访问的时候 说的一番感受 他说 I definitely feel that we have been through something really heavy collectively as a community 又是通俗些说的 意思是说 他的意思是说 我真的觉得 香港人这个社群 一起经历了一些 很狠大势的事情 哎呀 最后 小弟想用这个 The National Interest 在今年1月30日 一篇论文的标题 续续和大家分享的 这篇论文的标题就是 Thanks to China Hong Kong will never be the same 一定是奥斯摩朗 反话来的 是不是 啊 就是什么意思呢 多狠借光啊 China 香港永远不再是香港了 多狠借光啊 China 香港永远不再是香港了 其实也挺悲 希望尽量轻松一点 但是 今集 都是沉重一点的 但是不要紧了 我想大家都明白 过程感受的 或者小弟有时候 都是忍不住 要爆一爆的 好了 今集就说到这里了 总之很多谢 很多谢大家的支持 有你们的支持 小弟一定会揭尽所能 想尽办法 扭尽六人 去继续坚持 很多谢 很多谢大家 多谢 拜拜